澎湖后聊天堂路秘境 因为堤防以不规则形状 蜿蜒入海形成美景 成为今年热门观光景点 但今期遇上农历大潮 掌潮时水淹过河堤 几乎要将体面吞噬 却还是有不少游客冒险硬闯 但无奈当地为三不管地带 目前并无法令可管 从退找的照片来看 堤防与体面的差距超过一个成人的高度 下方则是长满青苔的椒盐 而掌潮时两方长浪夹击 形成相互拉扯的千里 若不慎衰落恐怕会被卷入外海 针对天堂路管理问题 白沙巷公所曾邀及相关单位讨论 目前仅在当地树立高市牌 并请海巡人员协助巡逻 但因为无法全天候管理 发生意外各单位恐怕会相互卸责 而另外前往澎湖必去的景点跨海大桥 民众却不见其中一边拱门上的 澎湖跨海大桥六字 似乎被一层白漆改过 让许多想要拍照的游客 只好百姓而归 澎湖县政府公务处则表示 是因为有游客指出 拱桥门面过于老旧 字体模糊不清 才会进行门面整修工程 将会尽速要求厂商完工